华国锋一生亲政廉洁 深受人民的爱戴 他与夫人韩之俊一生共育有两子两女 各个优秀 可令人疑惑的是 华老姓华 但子女却各个姓苏 这背后是何原因呢 原来华国锋原名叫苏祝 1921年出生于山西郊城 17岁就参加了革命 投身于革命后 华国锋为表明坚定的革命决心 于是响应中华民族抗日先锋的口号 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华国锋 这一名字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1948年 华国锋在静中担任宣传部长期间 在一场文艺演出中 揭示了多才多艺的地位女淡部韩之俊 两个拥有着浓烈革命热情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两人婚后 育有四个儿女 分别名为苏华 苏斌 苏灵和苏丽 之所以让四个子女姓苏 除了华国锋本名姓苏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希望子女因为自己身份关系 在学习或者生活中搞特殊 那么为何华国锋的小孙女却姓华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她是华国锋最疼爱的小孙女 众所周知 华国锋本名苏柱 因此她的四个子女均姓苏 而她唯一的小孙女却名为华杰珍 就在前几年一个清纯甜美 长相可爱的女孩突然备受关注 直到她接受采访时 人们才知道原来她是华国锋的孙女华杰珍 华杰珍出生于1997年 自幼备受华国锋宠爱 她名字中的杰珍二字 取自《非烟传》中的玉杰松珍一词 意思是像玉石一样洁净 像松树一样坚真 而她之所以姓华 因为华国锋觉得 这一名字对画家的意义不大同 希望子孙中有一人能姓华 华杰珍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 继承了华老低调沉稳的性格 如今她在自己热爱的行业里发光发热 因为华杰珍非常低调 所以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之前身份信息被曝光后不久 很快华家人便将热度降了下去 那么如今华国锋的四个子女过得如何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她是脾气秉性 与父亲华国锋最像的一个 华国锋的长子苏华 是一名空军干部 在部队中为人低调 受父亲的教诲 如今已经退休的苏华 不搞特权阶级 不追求物质 仍住在早年单位分配的小房子里 华国锋的次子苏斌 毕业于国防大学 毕业后在首都卫戍部队任职 改革开放之后 苏斌投身于商海 如今成为了一家基金会的领导 华国锋的大女儿苏林 是四个子女中职位最高的一个 曾担任民航局下属的工会主席 退休后 苏林被选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在工作中 她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宗旨 继承了父亲华国锋一生为民的遗志 小女儿苏丽受到的呵护最多 与哥哥姐姐一样为人低调 大学毕业后 苏丽曾就职于国务院的职能部门 如今生活得简单且幸福 华老一生 贡献卓著 她低调朴素的加风 也积极影响着子孙后代 好了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耐心看完 我们下期再见